這是小模式放鬆MING Hello sabram.com 歡迎來到小哥的防禦視頻 好,前幾天要小哥 分享過華智妃現場版的 飛行指揮家跟新世界之後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會不知道大家講說 哇... 其實台家的火姐們 的和聲 很大聲,有沒有 這一次呢 我朋友分享給我說 另外一個視頻是 火姐在現場的 他們的 真实的心情 在台下真实的情况 这个是其实很少我们看到 除了小哥分享 饭拍或者自己拍的那种影片 才有看到 但是这个我觉得 应该不止这样 激动的情况应该不止这样 因为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大哥 那关于我这个发型 其实最近很热 然后看到大哥新的发型之后 觉得还不错 后面也有留一些很长的 刚好我头发 其实可以剪这样的发型 讲真的 那找了很多理发店 最近真的是很多理发店也没有开 那我就 好啦随便找了一家 没有去剪过的 我就去了 他就问我如何剪 你知道吗 这个我觉得蛮好笑的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那我就跟他讲说 没骗你 我就找了一张大哥的照片 最新的照片 然后就这一张 就给他看一下 说哇这样 然后那个 理发店的人跟我讲说 你这个自然卷 你拿一个执法的给我 你也是是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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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之后我就 啊好啦 那我说那你就帮我剪短 把我剪短 我觉得眼睛有一点热 然后开始过程 聊了一下 聊一聊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头发那么长 是这一次是留那么长吗 我就跟他讲说 我疫情到现在 我都没有想要剪头发 然后不想要来理发店剪头发 然后就开始慢慢留起来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你头发这次应该是留最长的时候吧 我说不是 我说之前我有留过 但是我还会去修一下 就整理一下这样子 这一次是真的没有 然后他就很实在跟我讲说 嗯是啦 你这种剧短情的头发 留太长 如果没有整理的话 然后你就很像流浪痕 啊我心里就受伤 超受伤的感觉 等于就是说我是流浪痕你知道吗 我也是觉得蛮好笑的 讲到这一点啦 OK重点来 那个是一个小小好笑的过程 跟大家分享 那这次我们来看火解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 我是先面有点开来看了几秒钟 我超大声 后来后再来我就没看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火解怎么的激动 好不好 开始 一列延伸弹幕和前方高能 请调底掩亮 哎 就是这里 我超大声 我怎么感觉他在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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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场叫起来了 我天场叫起来了 他又换衣服了 他又换衣服了 哈哈哈 我就笑了 这个小姐是人爱 怎么哭了呢 哼哼哼哼哼哼啊 没有 हfly 是首位 七分 parce 又哭了 好激動了 趴趴的超帥 他睡了哭了啦 呵呵 我不知道這一段一定會狂叫 他留著好肌啊 我錯 他留著好他的小狗根 瘋了 太瘋了你 哇哇 都超痛的 我錯 太帥了 哇ogyakushi 哇 這個歌迷 這個活節 大家笑 又哭又叫 又笑 我可以哭 他這個情緒反差好大喔 你看這這裡應該是又要尖叫了 喂?沒有喔? 他的臉真的快跌到褲刀了 沒那麼誇張啦好不好 太誇張了 我相信拳掌人都是這樣 這個畫面真的太好 我太喜歡這個畫面 別讓我哭了 風一樣的自由 水也索償了我水也索償 掌聲處理山風的時光 水也索償了我 水也索償了我 曲不停 他這個音質錄得很好 午夜 12 Stephen 哇這個音效超好的 然後可以聽到全場的 火星們的讓和聲 别动啦 天啊 超激動的火解 這個音子超好的 超好的 這個燈牌真的是太美了 這個就是火星一村的一個正式情況 我相信真的是全場的人 沒有說全部 至少一半以上火解只有這種心情 畢竟戴哥真的一段時間沒有出來 第一次看到他的演唱 在台上唱這種歌曲 真的是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我 我可能不會這樣子 可能就是跟著唱之類的 但是火解裡面心情的激動 大家應該可以聽得出來 全場都是這樣子的 這個火解回到家應該也是 可能休息兩三天 喉嚨應該是很塞啊 對 這火星是真實的樣子 我真的沒有話可以多說的 因為真的是除了看到火解的激動以外 我真的是頭皮整個都發麻被叫到我 不知道該要說什麼 這個真是真實的反應 真實的反應就是這個樣子 好啦 那小歌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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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